欢迎收看约电影 大家好,我是小蕾三 今天给大家讲一个隐身的故事 苏珊的妈妈是一位科学家 爸爸也总是出差 所以她的性格有些孤僻 这天苏珊和爸爸悄悄来到妈妈的实验室 想给她一个生日惊喜 可没想到操作事物意外终止了妈妈的新品发布会 妈妈非常生气 质问女儿为什么要闯进来 苏珊觉得妈妈一直在盲科研 从来没有关心过自己 就把蛋糕扔了出去 结果正好砸到了控制台 导致实验装置发生大爆炸 好在苏珊没有什么大碍 第二天苏珊发现自己的手臂竟然隐形了 到了学校之后 苏珊整个人都从同学面前消失了 之后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 妈妈把女儿带到实验室后发现 她原本用来治病的药水进入苏珊体内后 发生了变异 只要温度上升到一定程度就会隐身 并且触摸到了物体 也会一同隐形 妈妈担心女儿的能力被坏人发现 会成为适应对象 就打算带她回老家避一避 结果刚出门 就被一家科技公司的人堵住 苏珊凭借隐身的能力躲过一劫 而妈妈却被帮揍 孤立无援之下 苏珊只好找新认识的转校生托比帮忙 第二天 两人在苏珊妈妈的车上找到了一台电脑 之后跟着苏珊的另一位朋友爱普 来到了她姨妈家 这个姨妈之前和苏珊的妈妈是同事 这天苏珊接到了妈妈的电话 说自己已经逃了出来 两人约定在市中心见面 可等苏珊来的时候 这里只有科技公司的人 苏珊等人赶紧离开 然后又根据妈妈打电话的位置 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工厂 可还是没看到妈妈 再次等来了科技公司的人 苏珊认出炸弹 吸引敌方注意力 结果把自己给挣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之后 妈妈却告诉她这一切只是一个噩梦 让她好好休息 而苏珊从紧锁的门发现了一场 爱普在废弃工厂见到了苏珊的妈妈 三人会合后才知道这一切都是助理的阴谋 原来她偷偷注射了苏珊的血清 也有了隐身的能力 不过最后苏珊利用自己的能力 将妈妈研制出来的解药注射进了助理的体内 解决掉了她 然而这一切还没有结束 真正的母后黑手其实是爱普的姨妈 她一直渴望利用新产品重新站起来 于是逼苏珊交出血清 苏珊不愿让坏人得逞 便将剩余的解药注射到了自己体内 不一会儿警察赶来解救了众人 这件事之后 苏珊得到了父母的关爱 不过她的隐形能力似乎没有彻底消失 又可以带着两个朋友继续嗨了 如果你有这种隐形的超能力会如何利用呢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儿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就来播点赞收藏 加关注吧 拜拜